由新北市樹林區 雲林國小所發起的 送愛到紅葉公益活動 6月8號在岩平鄉 巴西高部落舉辦捐贈儀式 希望幫助颱風受創地區的學生 我們本來只有鎖紅葉國小 因為紅葉國小的受災真的很嚴重 那本來只是送愛到紅葉 可是沒有想到最後捐出來 有717份 這個物資大概我們是希望說 分享到四個國小 讓這個四個國小有需要的 都能夠得到這些文具 消防表示這些文具 不是學生使用新台幣購買 而是賺取紋鈴幣認購的 那這個紋鈴幣 其實如果你用別的學校來思考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獎勵 基點 榮譽卡這樣的概念 然後它可以拿來做消費 然後這個消費 它可以完全自主 有小朋友 所以它不但把所有自己的所得都捐出來 那還有一些小孩為了要捐 所以就最近這段時間 就更努力出來服務 更努力幫老師做事 我覺得很棒 這是一個善的循環 消防希望能夠透過捐贈 培養孩子正確的金錢觀之外 也期待能透過這次活動 讓更多人一起關心偏向的教育 記者文 台東延平採訪報導